滚蛋吧废话 我的天哪 康熙居然会微积分 那他还会什么你知道吗 他还会三角函数 勾勾定理 代数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几元几次方程 什么根 球解 也都是康熙定下来的 一个原子弹爆炸 超进水里能保密吗 没用的 下辈子注意点 据说兵马俑每天都在挖 这是真的吗 是的 每天都在挖 已经挖了40年了 估计还得挖100年 熊猫死亡后 他的遗体会怎么处理呢 大熊猫死了 是不埋葬的 正常死亡的基本上是要做科学研究的 然后做成标本 送往各个博物馆 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他们 都说河马是恐怖的造分机器 那他每天能排多少粪便 河马每天能拉160斤粪便 可怕的是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鱼 被河马的粪便活活憋死 慈禧为啥不怕刺杀呢 因为慈禧身边 有三个当时最顶流的保镖 一个武状元张淑锦 一个台积高手李锐东 一个公式八卦圈的创始人龚宝田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陵墓是那座吗 在日本 他比亲属黄陵还要大两倍 但日本人不敢挖 因为陵墓里面可能是中国人 你们见过这么小的摄像头吗 长这样 他只有0.6毫米 他的像素只有4万 但是彩色的 他的用途主要是在医疗上 世界上最蠢最尴尬的刺杀 你知道吗 1974年韩国总统朴正希在台上演讲 刺客掏出手枪时 误扣板机打在了自己大腿上 然后竟然没人发现 这是一个普通清洁工的神经系统 它是世界上第一套完整检刨出来的人体神经系统 这套神经系统花了五个月才提取出来 而且还有眼球和脑部神经 使用了一万八千个微小的钉子固定住 然后再涂上白漆长期保存 这是个黑人女性自愿捐献的身体 这是个黑人女性自愿捐献的身体